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鑫 每个礼拜二入港股解析 在我们现场的是 台湾金融培训协会理事长 也是期货分析师林昌新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不过在分析之前 还是先看一下台北公司 股市的这个表现 在昨天呢 那么他开平高之后呢 曾经一度大涨超过百点 但是过五盘了之后呢 市场似乎就风云变色 剩下一些中小型呢 在撑盘 那我们就看到他一路震荡 曾经一度翻黑 不过最后收盘的时候 最后一盘拉到翻红 就拉了大概三十几点 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小涨了26点 收盘指数是两万三千零五十八点 涨幅百分之零点一一 成交金额四千三百五十七亿元 而OTC的部分呢 也上涨了二点二二点 收盘指数是二七五点五七点 涨幅百分之零点八一 成交金额是一千两百九十六亿元 好 所以这边呢 请教一下昌星啊 先在入港股解析之前 我们先来看五分钟的台北股市 好 要如何的来看待台北股市 当然现在因为屡创新高嘛 对 而且今年的上半年 在亚太的股市当中 叫台湾第一名 没错 叫他第一名 那么涨了百分之二十八 那远远超越了所有的亚洲 各个国家的这个股市 那第二名日本百分之十八 对不对 所以那在第三名的话呢 哇 那个涨幅 越南只有涨不到百分之十 所以呢台北股市 那么凌厉的涨势 它当然跟AI跟半导体有关 那可是下半年 还能不能够如此的强势持续 我想其实回到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要先看台北股市的位阶 应该是跟着 费城半导体纳斯达克一样 都是非常的强势 所以我先必须要跟大家讲 其实台北股市贵不贵 其实现在相当的贵 说起来 那这个贵不是说 因为两万三千点叫做贵 是因为它的本益比 说老实话真的是蛮高的 那这个高本益比的概念就是说 只要美股继续往上创高 只要美国基本上接下来呢 其实在走AI的循环的话 那其实台股接下来这个点呢 贵可能还有更贵 那不过回过头来说 那相对在上升趋势的过程中呢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会有一些压力呢 这个压力呢 应该会来自于说所谓的主被动基金操作不同 比如说以外资现在的动作来看哦 你看他是不是 真心真意的买台股 我觉得在外资这个地方就不是了 为什么第一个 他其实在七月份的 期货空单补了两万五千多口嘛 所以也就是说 他开始有这种避险的动作出来 在两万三千点以上 所以在这边的指数的空间 我认为呢相对在之前 两万一两万二的空间 已经会开始压缩了 那毕竟说 这边的开始出现一个 所谓的相形整理的震荡的机会比较大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从外资这两个礼拜的动作来说 他其实是在吃豆腐 那吃谁的豆腐 吃投信吃ETF的豆腐 如果方向你有去看 外资最近前几个人买的都是什么 他买的都是 所谓的 一般现在股份卖出来的 00940 00939 00919 卖到益价哦 卖到折价哦 意思就是说 一回到进食 00940募了很多钱 募了1700多亿嘛 那股市 大部分人就从十块钱套了 套了9.4 一回到十块钱 大家就开始卖 卖到折价 什么意思呢 卖到这个基金的净值 基本上比他市价来的低啊 你现在的意思就是说 你比市价来的高 表示市价比你的净值还便宜 所以外资去买这些基金 意思就是说 被大家卖过头了的基金 外资开始去炒底 而且这些基金呢 有些他都没有创高 所以外资 一边买这些基金 那为什么我说 外资不是真心真意的买 是因为 外资其实买这些基金的同时 第一个放空台子起码 第二个他又去卖他的成分股 所以也就是说 那风云你看到 你看外资买到 你看第一名 00940 第二名 00919 第五名 00939 我替大家查过 大家可以去查证 这三档基金 现在都是所谓的折价的状态 也就是说这些的成交价格 其实他是在赚那个市价跟净值之间的差价 净值在上市价在下 大家卖太多了 所以外资就下去买他 那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讲 其实他们的重要成分股都叫联电 所以外资反过来卖联电 如果外资 真心真意的想要去做多这些股票 我一定是买这些买联电又买台子起码 就没有嘛 他就买这些 哎你们不要的ETF 然后就在市场上我去卖联电卖他的全资股 然后怎么样在市场上再去布空单 所以我认为这边呢 虽然不至于马上做大跌的动作 可是在这里呢 开始就是种巨幅的大幅的震荡的操作 那我去观察去外资这几天的买超 真的真的想做多了 可能就是金融股 你看买星光金啊国泰金 因为金融股长期来说还是会看好说 假设今年度可能会有潜在的 所谓的债券的一个回升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方向性跟区间性 大家可能要搞清楚 然后再来我认为也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如果真的想做多股票 还是要找那种中小型的啦 就说其实昨天的话 其实柜买涨的比较多嘛 柜台涨0.8%嘛 那大家选指数只有涨0.1% 所以我觉得说柜台指数 如果说这所谓的 我们看到投信他有基于切入了 比如说像矽晶元啊 像中美金啊环球银这些的 他前波比较相对的 哎电的什么相对的从低档拉上来 那外资又比较没有琢磨的话 我认为就比较有机会 所以我认为台北股市在这里呢 他其实就会做一个两万三的 来回的整理 那整理的过程中 如果真的想要买的话 以这种所谓的内资为主 那想要做这种所谓的部分调节的话 我觉得外资开始在这边来做调节动作 不过我还是最后提醒大家这一点 就是融资在这里是不断的创高 每天都在创高 不论是大盘涨或跌 疯狂的创高 所以在这边呢 其实陈也应该说 呃有一次这样 陈也融资败的融资啊 融资是一路把 把这盘拱上去 可是呢 如果说融资杀下来之后 那大家一直都不停损的话 那我觉得其实 两万三千年在这里 你应该是怎么样 逢高 应该开始做减码的动作 而不是在这边持续的加码 所以那一个风险意识在这边 其实是要拉得很高的 对不对 几个现象 一个是看起来外资 其实也有避险情绪在这个地方 对 那所以如果要做个股的话呢 那么外资主要的这一些大型的这一些股票呢 可能你就要小心注意 对 那中小型的 然后那支 尤其是有这一个 呃这个投信 对 然后刚刚增加他持股的部分 可能相对安全性高一点那样子 那但是呢 无论如何 你刚刚提到贵不贵 就是说以本益比来说 其实确实有点偏高 但是这个本益比呢 是相对的 你要相对于美国科技股 所以呢 在美国科技股强的情况之下 也许还OK 对 一旦美国科技股转弱 那也要有心理准备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几个点醒 并不是说就看坏了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因为他有他的风险在 提供风险 是 供大家做参考 没错 好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陆港股的部分 对 还在整理哦 还在整理哦 以上个礼拜来说 那么上证指数算是最强的 上证指数呢 一周呢 是涨了百分之1.07 现在呢 是2994 就是上证指数 只要一跌破3000点 然后呢 到2950这附近 似乎就可以看得到 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在撑着 对好 那 深圳城指呢 一周则是跌了 百分之 0.28 算是一个小幅的平盘 没错 可是香港恒生指数呢 过去这一周 是跌了百分之1.71 又跌破了 一万八千点 如何看待 好 我觉得是这样哦 我们想跟港股 因为港股没开盘嘛 其实港股 以这一波的角度来讲 上个礼拜 应该四五哦 是刚好跌破了重要的关卡 就跌破一万八 又跌破了月季线哦 所以今天的开盘就很重要 因为这边本来从震荡 然后到了这种所谓的破了重要的关键 那昨天的A股 其实是开地走高 那往上拉 那今天的港股 大家就特别留意 一定要站上一万八以上 那这样的话 其实整个技术面 就会从低档就交叉上来 所以今天的恒生指数 其实我觉得 其实是至为关键的 因为这波以来 其实我们一直跟大家讲 其实恒生指数 跟恒生科技指数 它走的就是说 所谓的网络中概股的部分嘛 那网络中概股 其实它代表了 也是这种所谓的腾讯啊 阿里巴巴 这些网络中概股 那网络中概股 其实现在等于是 从科技来做出海 可是很不幸的 是谁在拖累 地产股在拖累 对 所以说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在这个上个礼拜五 这是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这个 有开盘嘛 整体来说呢 我们看到现在的状况 就是说 那如果从A股跟港股的市场 要来救市的话 那看来呢 会从这些所谓的高股息啊 高股力的这些所谓的 两桶油啦 煤炭啦 昨天的A股也是这样 从这种来做一个撑牌的动作 那反而呢 看起来整体的市场呢 现在是在什么 寻求支撑 那这个寻求支撑的过程中呢 昨天的A股 其实就是比较明显 那上证指数呢 昨天呢 在低档 我们先讲技术面好了 上证指数在 昨天在低档了 从2950一路往上拉嘛 这波的低点2933 那其实已经接近了快3000点 所以这个地方呢 呃 我们不能够说 直接说这里说 啊A股就已经指稳 至少 呃认为说 底部开始有点底部 主体的迹象 好 那这个主体的迹象 我们要去探讨之前 要先告诉大家 这波下跌 就有两个很大的原因 从我们看到 整个 呃5月中 从5月20号的高点 一路下来 那回档到这个 所谓的低点 大概在6月26 这个整体 回档的幅度 大概回了将近快 200点之多 那这回档过程中 是谁在回档 我直接跟大家讲 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茅台9 我们之前讲到嘛 茅台9 因为这个 现在被破价 破盘 所以表示说 其实现在A股的市场 我认为有更多的指数 开始会做一些转向 也就是说 茅台的比重 它会把它降低 把这些科技股的比重拉高 但是这个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 它不是一个短暂的过程 它必须要比较一个长期的过程 所以第一个 在茅台9的盘面 其实还没有在指稳之前呢 整体的市场 它不容易做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所谓的回升 这就震荡 主约茅台还是跌啊 主约茅台还是跌了1.84% 所以第一个对于茅台价格的下跌的修正 就会让50的 就是应该说501天股的重要成分跌的比较深 第二个我要提到的就是房地产 那房地产市场 其实这一波率是相对跌的也比较重 那整体呢 其实也是从高位跌下来 也是这一波 所以就两个 重要的一个是消费 一个是所谓的房地产的部分呢 其实在这一波本轮的修正里面呢 其实都是在扮演比较大的角色 可是反过来 科技股的修正就没那么重 所以我认为呢 其实现在如果你去看A股 还是要看清楚 这些大型类股跟房地产类股 它有没有指纹的迹象 那正好房地产 昨天也是开低走高 那待会我们再跟大家谈到 其实中国人行还有中国央行 就开始做一些动作了 比如说他去这个借这个债券 那接受来准备在市场上抛售 那这个会让整个市场呢 开始做这些情绪的变化 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因为在大陆内部的股市 跟债市之间的资金 最近有非常有趣的现象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财经起传 好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鑫 每个礼拜二 以上正指数来看 它的主板来看的话呢 那么连续六周的拉回 那跌跌跌跌跌跌 那拉回大概200点左右呢 这一个跌幅呢 主要的来源是来自于茅台酒 也就是内需 尤其是像白酒类的这些消费 然后第二大类呢 就是房地产 那当然大家都知道说 中国大陆的房地产不好 而且它最新的数字 你看到前100个城市当中呢 已经是二手房的部分 已经连续26个月下跌了 那么当然这个跌 现在在上海几个主要的城市 有创造出成交量来 那新屋的部分呢 则是价格有一点点回升 可是呢跟它进来的 这一个房屋的品质 跟之前的品质不一样 是有关系的 虽然房地产的修正还在持续 可是你刚刚就提到了说 好这两个拖累 那你就必须去观察 它的全值上的变化 可能就会有其他上涨的 它的全值会 未来会越来越重 然后茅台跟房地产 会越来越轻 可是你刚刚提到 有一个资金的变化 就是股市跟债券的 资金流动的变化 是我想其实 这个其实在 台湾的市场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 今年度其实 应该说从去年到今年呢 那在这个人行的 这个控管之下 它是一直降息降准 那一直降息降准的状况下 其实跟 主要的这个国家市场 比如说像美国 最大的不同是 美国现在利率是5.5 对不对 那中国一直降息降准的状况下呢 其实债券市场 今年是正报酬 大概10%左右 所以现在 其实这一段时间内呢 很多人都在压住说 反正呢 这个股市短期不会好 所以就是卖股 卖房 全部压债券 压债券 其实在台湾的债券基金都是跟美国走嘛 所以今年台湾的 美国的 为主的债券基金 大家都没什么赚 但是在 中国市场里面 如果你去压中国债券的 今天中国在 今年中国债券大概涨了10%左右 对耶 那为什么我今天特别提这个 就是在 中国人行 在昨天就是7月1号的下午 开始出来说 他要拍子抛售 这个所谓的债券 在市场上借债券来抛 因为他觉得这个状况不太健康 资金从股市流出来 然后去投资债券 对 然后压住太多 而且大家预期哦 中国人好像下半年还会在降薪 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 其实中国人行现在捍卫 在市的这个信心也比较足了 表示说怎样 我借债来抛 然后我让你的殖利率上来 那殖利率上来之后呢 让大家这个市场觉得说 哦 你不是全部资金只要压在市哦 你应该把一些债套现 然后换到股市来 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 昨天的A股的笑盘就开始拉 暴力拉升 所以其实是这样 其实是这个原因 对对对对 那这样的话 其实回到整个市场就知道 现在A股的市场了 那你说人行也好 那要不要来做这种 所以证监会要 要不要来做护盘的动作 要嘛 但护盘的重心 看起来就不会是茅台了 因为他不会说 大家赶快喝茅台 我们来护盘 没有 他就从资金面向来灌水 灌进去 那一旦把这样的资金流 灌到整个股市之后 结果昨天涨的 居然涨比较多的是 这些我们讲的 高股息股利 就高红利的 那其实各位知道 其实A股的今年 我觉得会让外资开始 反手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除了他的本益比比较低之外 第二个之后 也是在所谓的中国的证监会 他要求 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公司 他必须做这件事 第一个财报透明化 第二个配发比较高的股息股利 再来是怎么样 把一些比较什么ST 就像我们这种全额交割股下市 所以整个A股的健全化 我觉得就会反过来 大家开始去看 一些高股息鼓励的来做拉抬 所以 风伟你看盘远就知道 你看中国石油 中国海油 中国神华 这一类的中系列 跟油啦 煤炭的概念股 跟台湾的塑胶股比较不一样 刚才有人说什么AI塑胶 不一样 台湾的塑胶是做成品 他们这些油类的很多就是什么 就是做一些上午 尤其是中国什么就卖煤炭的 所以这一类就开始带动了整个盘面的拉抬 所以昨天的A股的全职股里面 武林里面拉抬最多的 就是这一系列的高股息概念股 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是一样 大家全世界没有人不喜欢利息的 利息高一点 股票滚一点 那对应到台湾 其实台湾就有这个中国高股息系列的ETF 我觉得其实反过来 就会搭着这一波测往上走 那第二个在昨天拉抬的过程中 其实有这个应该是说有机构去统计 现在的武林类股 回到我们一开始讲了 开始去做一些武林 因为有茅台比较弱势 所以资金开始流入的 就是像300 中正500 双创版 所以表示说中小型的资金呢 会流入比较多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哦 现在的房地产跟这些所谓的白酒 这种烈酒类股 就那种白酒板块类股 其实比较弱势的状态是 白酒昨天还在跌嘛 那么资金就留入什么 这种300500这种科技的 甚至双创版里面 那这样的话 其实大家在做交易的时候呢 其实大家如果看到像昨天什么 长江电力 什么电力股在涨 哎 其实又走了跟台湾一样 就走了什么 就走这种什么电网啊 电力概念的 哎 钱就跑到这边去了 所以表示我觉得现在的A股的市场 大家现在要去灵活的看待 并不是武林的下跌 就代表整个A股挂掉 不是我认为呢 武林开始他就会做震荡的过程中 做结构性的调整 所以刚才方便问我说 或说跟大家问他说 哎 那是不是在茅台酒 弱色状态下会有结构性 我觉得会有 跟港股一样 广股过去是金融地产为主 那现在的A股呢 其实我觉得从白酒啊 跟银行啊 甚至于说 我们看到房地产为主的状况呢 可能会开始改变 加上新进来的资金 可能会去压住这些 科技板块 电力板块 甚至于说这些所谓的 半导体板块来的同时呢 我觉得现在我们去看A股的状况 武林如果落势的话 你应该从中小创来做入手 那中小创包含创业版的部分呢 其实这一波的 那个也在做回调嘛 那回调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呢 其实反而呢 比较有机会的 就是说跟AI相关 比如说韩武器 韩武器大家还是 如果去看的话 它还是一个上升趋势 所以我觉得韩武器也好啦 包含说工业妇联也好 工业妇联你看跟这个MIH啊 然后跟这个所谓的鸿海相关 工业妇联也是往上的趋势嘛 其实它都代表了 其实现在的应该说大陆 它在做一个整个转型的部分 从所谓的白酒消费类股 开始转型到整个现在的 往上的一个攻击 还有昨天公布出来 这个中国的这个数据来说呢 整个制造业PMI 也是到了51.8 那就符合我刚才讲了嘛 你制造业已经创了将近 三年来的新高 所以制造业会变作中国 如果现在 整个财新的指数里面 开始去往上拉抬的部分 所以我认为呢 整个制造业呢 会是撑起这个制造业科技业 会是A股一个很重要的工程 不过这边啊 就是它很不一致的地方 要如何的解读 因为它的官方版的PMI 是往下 是维持的49.5 跟五月份是一样 还在景气融固线50之下 但是呢 民间版的 调查出来的结果 反而是51.8 反而是创了这个 三年来的新高 第一个我觉得 这到底要如何解读 第一个是时间上的落差 第二个是调查企业上的落差 但是通常这种状态之下 只要趋势是逐渐往高的 那个绝对值在50或是上市下 我觉得只是一个数字的差别啦 那民间版的数字 如果是创新高的话 我认为呢 数字一出来 市场有跟进有反应 那就表示说市场认可这样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 整个现在的市场呢 等于是制造业呢 仍然是在中国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那整体的现代 就变成说怎么样 从科技业 制造业 那这种所谓的跟AI相关的这些产业呢 它会变作是一个 一个所谓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驻火攻击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 最后再把这个A股 这个厘清一下 就是说 其实A股现在的点位呢 我认为呢 相对来说 就是在3000点来回振振荡荡啦 那不过呢 其实因为现在美元比较强势 所以人民币还是在走扁 人民币已经在扁到7.3了嘛 所以短期来说 大型内股它不容易太大的强势 那所以说反而是 至今我们看到流入都是流入中小创 然后护升300 还有中正500 那在这样的状况下呢 如果有拉回你要买的 第一个首选高股息 第二个是怎么样 买中小创的概念股 这样的话 其实武林在弱势的状况下 你就暂时等武林打底 足底 武林看起来昨天这样一拉 可能还不是战争的底部 短线来说 我觉得大家在操作A股的话 还是一样 以这个所谓的小型股为主 那今天7月2号最重要的是 香港港股的开盘 有没有机会往18000拉上去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如果拉上去的话 然后恒生科技股又比较强的话 我认为港股跟A股呢 接下来呢 就有可能在这个礼拜 或者说7月份呢 走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可是港股的转为维安 要今天就要占上18000嘛 因为它上个礼拜 我们的收盘17721 距离18000的话 是1%多的差距 应该是说不是今天站上 而是说今天能不能开低走高 受在相对的高点 如果跟这个 呃 A股一样的话 我们认为呢 整个盘面的就能够直稳 否则的话 他整理时间应该会拉长 好 所以呢 现在呢 上证指数先观察 能不能很快的站上3000点 然后香港恒生指数观察 能不能很快的站上18000点 是的 要非常谢谢昌星 要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 儿子 封鉾 说少字 又声 在专门上 此专门上 练门上 锐